金平梅 第九十九回 刘二最骂王六 张胜窃听张静记 是月 白云山 红叶树 月静新王 疑似昭海木 多少西洋芳草度 潮落潮生 还送人来去 阮公图 杨子路 九折杨长 曾把车轮雾 记得韩元司马处 翠冠银争 夜夜割楼鼠 又掉苏木哲 话说陈静记 过了两日 到第三日 却是五月二十日她的生日 后厅整治九窑 与她上寿 河家欢乐了一日 次日早晨 静记说 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 今日没事 去走一遭 议者和主管算账 二来就闭眼鼠 走走便回 春梅吩咐 你去做一程轿子 少要劳碌 交两个军牢抬着轿子 小家跟随 竟往河下在酒楼店中来 一路无辞 午后十分到了 下轿进入里面 两个主管齐来参见 说 官人贵题好些 静记道 生受二位伙计挂心 他一心只在韩爱姐身上 坐了一回便起身 吩咐主管 查下账目 等我来算 就转身到后边 八老又早迎见 抱与王六夫妇 韩爱姐正在楼上 平安盼望 辉豪作师浅怀 呼报陈静记来了 连忙轻衣连步 款促乡群 走下楼来 母子面上堆下笑来迎接 说道 官人 贵人难见面 那阵分 吹你 到俺这里 静记与他母子做了一 同进阁内坐定 少请 王六点茶上来 吃壁茶 爱姐道 请官人到楼上奴房内坐 静记上的楼来 两个如鱼得水 四溪头娇 无非说些深情利益的话 爱姐宴台底下 露出一幅花间 静记取来观看 爱姐便说 此事奴家叛你不来 做的一首诗 以消遣闷怀 恐误官人贵母 静记念了一遍 上写着 卷以绣床丑懒洞 嫌垂紧账并还低 玉郎一去无消息 一日相思十二时 静记看了 几口称陷不已 不一时 王六安排九一上楼 拨过禁架 就摆在梳妆桌上 两个并坐 爱姐筛酒一杯 双手地语禁记 深深道个万福 说官人一向不来 窃心无时不念 钱把老来 又多谢盘缠 举家感知不尽 禁记接酒在手 还了诺 说 见急不安 有失欺约 姐姐休怪 酒敬 也筛一杯 敬奉爱姐吃过 两个坐定 把酒来斟 王六 寒到国上来 也陪吃了几杯 各取方便下楼去了 教他二人自在吃几杯 续些阔别话 两酒 吃得酒浓时 情性如火 免不得再把旧情一续 交欢之际 无限恩情 穿衣起来 洗手更拙 又饮数杯 醉眼朦胧 于性未尽 这小郎君 一向在家中不快 又心在爱解 一向未与魂家行事 今日一旦见了情人 未肯一次急修 正是生死冤家 五百年前撞在一处 禁忌魂灵都被他隐弯 少请 情斗负起 又干一度 自觉身体困倦 打熬不过 午饭也没吃 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也是何当祸起 不想下边范思绵和官人来了 王六陪他在楼下吃酒 韩道国出去街上买菜书 姚品 果子来配酒 两个在下边行房 落后韩道国买姜果菜来 三人又吃了几杯 约日昔时分 只见撒家店坐地虎刘二 吃得鸣顶大醉 脱开衣衫露着一身紫肉 踢着拳头走来酒楼下 大叫 踩出河蛮子来 唬得两个主管兼禁忌在楼上睡 恐他听见 慌忙走出柜来 向前生目 说道 刘二哥和官人并不曾来 这刘二那里一听 大把布撞入后边 喊到国屋里 一手把门帘扯去半边 看见和官人正和王六并肩饮酒 心中大怒 便骂和官人 贼狗男女 我操你娘 那里没寻你 却在这里 你在我店中 站着两个粉头 几遭歇前不语 又塌下我两个月房前 却来这里养老婆 那和官人忙出来道 老二你休怪 我去罢 那刘二骂道 去你这狗路的 布防搜的一拳来 正打在和官人面上 灯石就轻肿起来 那和官人也不顾 竟夺门跑了 刘二将王六九卓 一脚登翻 家伙都打了 王六便骂道 是那里少死的贼杀了 无事来老娘屋里放屁 娘不是耐精耐怕的人 被刘二向前一脚 剁了个养巴叉 骂道 我入你淫妇娘 你是那里来的 无名少姓思科子 布莱老爷手里抱过 许你在这酒店内秤熟 还由我搬去 若搬迟 许吃我一顿好拳头 那王六道 你是那里来的光棍岛子 老娘就没了亲切 许你便来欺负老娘 要老娘证明做事吗 一头撞倒哭起来 刘二骂道 我把淫妇长子也踢断了 你还不知老爷是谁里 这里喧乱 两边灵舍并接上过网人 灯石为看约有许多 有知道的旁边人说 王六 你心来不知 他是守备老爷府中管事 章鱼后的小舅子 有名做地虎刘二 在撒家店主 专一是打粉头的班头 降酒店的礼袖 你让他歇儿吧 休要不知厉害 这地方人 谁敢惹他 王六道 还有大死他的 踩这啥才做什么 陆炳毅见刘二打得凶 和谢胖子做好做歹 把他劝得去了 陈静记正睡在床上 听见楼下嚷乱 便起来看 十天以日息时分 问 那里嚷乱 那韩道国不知走得往那里去了 只见王六批发垢面上楼 如此这般告诉说 那里走来一个杀财岛子 混名换作地虎刘二 在撒家店主 说是咱弗里管事 章鱼后小舅子 英勋酒店 无事把我踢打 骂了那一顿去了 又把家伙酒气 都打得粉碎 一面放声大哭起来 静记就叫上两个主管去问 两个主管隐瞒不住 指的说 是府中张鱼后小舅子刘二 来这里寻和官人讨房前 见他在屋里吃酒 不由分说 把帘子扯下半边来 打了和官人一拳 唬得和官人跑了 又和老韩娘子两个相骂 踢了一跤 轰得满街人看 静记听了 便晓得是前番做到事 被他打得刘二了 欲要声张 又恐刘二泼皮行凶 一时逗他不过 又见天色晚了 应问 刘二纳斯如今在那里 主管道 被小人劝他回去了 静记安抚王六道 你母子放心 有我礼 不妨试 你母子之情住着 我家去自由处置 主管算了 力前赢两地与他 打发起身上轿 半当跟随 刚赶进城来 天已昏黑 心中甚恼 到家见了春梅 交了利息银两 归入房中 一宿无话 到次日 心心念念要告春梅说 辗转寻思 且住 等我慢慢寻张胜 那四几件破绽 一发叫 我姐姐对老爷说了 断送了他性命 颇奈这丝 几次在我身上欺心 敢说 我是他寻得来 知我根本出身 量是我经不得他 正是 冤仇环抱当如此 机会遭逢墨远途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一日 静寂来到和夏酒店内 见了艾杰母子 说 外日吃惊 又问陆主管道 刘二那死可曾走动 陆主管道 自从那日去了 再不曾来 又问韩艾杰 那河官人也没来行走 艾杰道 也没曾来 这禁忌吃了饭 算避障目 不免又到艾杰楼上 两个续了回忠常之话 干气一度出来 阴贤中 叫过辆九尘三进钱 如此这般 打听府中张胜和刘二 几桩破绽 这尘三千不合 万不合 说出张胜包 占着府中出来的雪鹅 在撒家店做婊子 刘二又怎地各处潮窝 加三桃利 举放私债 逞着老爷名坏事 这禁忌听计在心 又与了艾杰二三两盘缠 和主管算了账目 包了利息银两 做别其头口来家 闲话休题 一向怀疑在心 一者也是冤家相凑 二来何当获起 不料东京朝中 徽宗天子 见大京人马泛鞭 抢至腹内地方 声息十分紧急 天子慌了 与大臣记忆 拆官往北国讲和 情愿每年输纳碎碧 经营彩博数百万 以免传位与太子登基 改宣和七年为 靖康元年 宣帝号为清宗 皇帝在位 徽宗自称太上道君皇帝 退居隆德宫 朝中升了礼刚为兵部尚书 分部诸禄人马 崇师道为大将 总督内外军务 一日 降了一道赤书来济南府 升州守备为 山东都统治 提掉人马一万 前往东昌府驻扎 会同巡抚都遇使张书业 防守地方 阻挡精兵 守备领了赤书 不敢怠慢 一面叫过张胜 李安两个余后 敬前吩咐 先压两车厢 驼行李 细软气雾家去 原来在济南做了一年关 也赚得巨万金银 都装在行李驼箱内 委托二人压到家中 交个明白 昼夜寻风仔细 我不日会同你巡抚张爷 调领四路兵马 打清河县起身 二人当日领了军职 打点车辆 起身先行 一路无辞 有日到了府中 交个明白 二人昼夜内外寻风 不在话下 却说陈静记 见张胜压车辆来家 守备升了山东统治 不久将到 郑玉把心腹中事 要告诉春梅 等守备来家 发露张胜之事 不想一日 因魂家葛翠平 往娘家回门住去了 她独自个在西书房请歇 春梅墨镜房中看她 见丫鬟跟随 两个就解忆在房内 云语坐一处 不妨张胜摇着铃 寻风过来 到书院脚门外 听见书房内 仿佛有妇人笑语之声 就把铃声按住 慢慢走来窗下窃听 原来春梅在里面 与静记交构 听得静记告诉春梅说 颇奈张胜那丝 好生欺压于我 说我当初亏她寻得来 几次在下人前败坏我 昨日见我在河下开酒店 一径使小舅子 做地虎留二 来到我的酒店 把酒客都打散了 专一怡逞她在姐夫麾下 在那里开潮窝 放私债 又把雪鹅引占在外间宿 指瞒了姐姐一人眼目 我几次寒忍 不敢告姐姐说 趁姐夫来家 若不早说之 往后我定然不敢 往河下做买卖去了 春梅听了 说道 这丝嫩般无礼 雪鹅那件人 我卖了她 如何有留住在外 静记道 她非是欺压我 就是欺压姐姐一般 春梅道 等她也来家 教她定结果了这丝 常言道 隔墙须有耳 窗外岂无人 两个只管在内说 却不知张胜窗外 听得明明白白 口中不言 心内暗道 此时教她算计我 不如我先算计了她爸 一面撇下铃 走到前面班房内 取了把解腕钢刀 说时迟 那时快 在石上磨了两磨 走入书院中来 不想天假其变 还是春梅不该死于她手 忽背后边小丫鬟兰花 慌慌走来叫春梅 宝说 小牙内金戈 忽然风摇到了 快请奶奶看去 唬得春梅两步坐一步走 奔了后房中 看孩儿去了 刚进去了 那张胜提着刀子 竟奔到书房内 不见春梅 只见金戟睡在被窝内 见她进来 叫道 阿呀 你来做什么 张胜怒道 我来杀你 你如何对淫妇说 道要害我 我寻得你来不是了 反恩将仇报 长颜黑头虫儿不可救 就知 就要吃人肉 休走 吃我一刀子 明年今日是你死寂 那禁忌光赤条身子 没处躲 只搂着背 吃她拉过一边 向她身就扎了一刀子来 扎着软肋 鲜血就秒出来 这张圣见她挣扎 赴又一刀去 嚷着胸膛上 动弹不得了 一面踩着头发 把头割下来 正是 三寸气在千般用 一日无常万事休 可怜禁忌青春不上三九 死于非命 张圣提刀 绕屋里床背后 寻春眉不见 大拔不静望后听走 走到一门守 只见李安背着牌铃 在那里寻风 一见张圣凶神 也似提着刀跑进来 便问 那里去 张圣不答 只顾走 被李安拦住 张圣就向李安戳一刀来 李安冷笑 说道 我叔叔有名山东夜叉李贵 我的本事不用减 早飞起右脚 只听特棱的一声 把手中刀子踢落一边 张圣急了 两个就纠踩在一处 被李安一个坡脚 跌翻在地 解下腰间缠带 灯石绑了 嚷得后听 春眉知道 说 张圣持刀入内 小的拿住了 那春眉方 就得金歌苏醒 听言大惊失色 走到书院内 剑禁忌已被杀死在房中 一地鲜血横流 不绝放声大哭 一面使人暴之魂架 葛翠平慌笨加来 看见禁忌杀死 哭倒在地 不省人事 被春眉服救苏醒过来 拖过尸首 买棺材装病 把张圣敦锁在间内 单等统治来家处置这件事 那消数日 只见军情事务紧急 兵排来催促 周统治条完葛路兵马 张巡甫又早先往东昌府那里 等候取齐 统治到家 春眉把杀死 惊激一劫说了 李安将凶器放在面前 贵禀前世 统治大怒 坐在厅上 提出张胜 也不问长短 贺令军牢 五棍一换 打一百棍 灯石打死 随马上插棋牌快手 往河下捉拿座地虎刘二 索解前来 孙雪娥剑拿了刘二 恐怕拿他 走到房中 自已生死 齐派拿刘二到府中 统治也吩咐打一百棍 当日打死 轰动了青河县 大闹了林青州 正是 平生作恶七天 今日上苍报应 有失为证 为人妾莫用七星 举头三尺有神命 若还作恶无报应 天下凶徒人十人 当时统治打死二人 除了地方之害 吩咐李安 将码头大酒店还归本主 把本钱收散来家 吩咐春梅在家 与禁忌休斋作妻 打发城外永福四藏埋 刘李安 周一看家 把周中 周人带去军门答应 春梅惋惜与孙二娘 至久送见 不绝促地两层泪下 说 相公此去 为之几时回还 出战之间 需要仔细 翻兵猖獗 不可轻敌 统治道 你每自在家清心寡欲 好生看守孩 不必忧念 我既受朝廷绝路 尽忠报国 至于吉凶存亡 父之天也 主父毕 过了一宿 次日 军马都在城外囤集 等候统治启程 一路无辞 有日到了东昌府下 统治差一面令字蓝旗 打抱进城 巡抚张书业 听见周统治人马来到 与东昌府知府达天 道出牙迎接 志工听序里坐下 商议军情 打听声息紧慢 驻马一夜 次日人马早行 往关上防守去了 不在话下 却表寒爱节目子 在谢家楼殿中 听见陈静记已死 爱姐昼夜 只是哭泣 茶饭都不吃 一心只要往城内统治府中 见静记失手一见 死也甘心 父母 旁人百般劝解不重 韩道国无法可处 使八老王统治府中打听 静记灵旧已出了病 埋在城外永福寺内 这八老走来 回了话 爱姐一心要到他坟上烧纸 哭一场 也是和他相交一场 做父母的 只得依他 雇了一城轿子 到永福寺中 问长老葬于何处 长老令沙迷引到寺后 心坟堆便是 这韩爱姐下了轿子 到坟前点着纸袋 到了万福 叫声 清朗我的哥哥 奴师指望和你同邪到老 谁想今日死了 放声大哭 哭得昏晕倒了 头撞于地下 就死过去了 慌了韩道国和王六 向前扶救 叫姐姐 叫不应 越发慌了 不想那日 正式葬的三日 春梅与魂家葛翠萍 坐着两成轿子 半当跟随 抬三声祭物 来与他暖幕烧纸 看见一个年小的妇人 穿着稿素 头戴孝季 哭倒在地 一个男子汉 和一中年妇人 搂抱他扶起来 又到了 不省人事 吃了一惊 因为那男子汉是那里的 这韩道国夫妇向前失礼 把从前以往话 告诉了一遍 这个是我的女孩 韩爱姐 春梅一闻爱姐之名 就想起 昔日曾在西门庆家中会过 又认得王六 韩道国 稀把东京菜府中 出来一劫 说了一遍 女孩曾与陈关仁 有一面之交 不料死了 她只要来坟前 见她一见 烧纸钱 不想到这里 又哭倒了 当下两个旧了半日 这爱姐吐了口年谈 方才苏醒 上哽咽哭不出声来 痛哭了一场起来 与春梅 翠平插竹 也四颗了四个头 说道 奴与她虽是露水夫妻 她与奴说山盟 沿海事 情深意后 实指望和她同邪到老 谁知天不从人愿 一旦她先死了 撇得奴四府着地 她在日 曾与奴一方无灵帕 尚有四句情诗 知道宅中有姐姐 奴愿坐小 躺不幸 向秀中取出无灵帕来 上面写诗四句 春梅同葛翠平看了 诗语 无灵帕之回文 洒汗辉豪莫记心 寄予多情寒无解 永邪鸾奉百年情 爱姐道 奴也有个小小鸳鸯锦囊 与她配在在身边 两面都扣袖着病头帘 每朵莲花瓣一个字 寄予秦郎陈君膝下 春梅便问翠平 怎地不见这个香囊 翠平道 在底裤子上拴着 奴替她装练在棺果内了 当下寄毙 让她母子到寺中摆茶饭 劝她吃了些 王六见天色将晚 催促她起身 她只顾不思动身 一面跪着春梅 葛翠平哭说 奴情愿不归父母 同姐姐守孝寡居 明日死 棒她魂灵 也是奴和她恩情一场 说是她蹊跷 说着 男泪如泉涌 翠平只顾不言语 春梅便说 我的姐姐只怕年小青春 守不住 却不误了你好时光 爱姐便道 奶奶说那里话 奴迹为她 虽枯木断鼻 也当守节 是不再配他人 嘱咐她父母 你老公婆回去吧 我跟奶奶和姐姐府中去也 那王六眼中垂泪 哭道 我承望你 养活俺两口到老 才从虎学龙潭中夺得你来 今日到闪转了我 那爱姐口里只说 我不去了 你就留下我 到家也寻了无常 那韩道国 应见女儿坚毅不去 和王六大哭一场 撒泪而别 回上灵清殿中去了 这韩爱姐 童春梅 翠平 坐轿子 王府里来 那王六一路上 悲悲怯怯 只是舍不得他女儿 哭了一场又一场 那韩道国 又怕天色晚了 顾上两匹头口 望前赶路 正是 马持心 极路图穷 身似扶贫泪转棚 只有都门楼上月 找人离恨个西东